在全面封锁新管令期间 按照国安会发布的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巴士载客量都必须减半 首都就有一辆载有建筑工地员工的巴士 因为载客量超过50%被警方当场拦截 司机和雇主双双接发单 警方是在今天早上7点30分在敦里校市路 拦截这辆员工巴士 当时巴士正从员工的住处开往以保路的建筑工地 这辆巴士的总载客量是44人 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巴士上应该只在有22人 但是警方检查巴士时 车上一共载有34名工地员工